好的,欢迎回来 各位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 也可以关注围棋天元公众号 不仅可以看现场直播 还可以看三天之内的赛事回看 非常的方便 另外围棋天元的商城 也有很多的产品 有很多的奇聚 包括胡耀宇八段的新书 新战也可以在线预定 还有可以预定围棋天地 2021年的全天杂志 欢迎各位关注 那么今天接下来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这盘 是征冠区的一场对决 是江苏队对龙园明城杭州队 也是一盘主将战 因为第二回合是设主将的了 是,他前面2比2 对,上回合2比2 总之第二场的主将就是要紧 2比2怎么更要紧 他这样一赢 在后面三盘赢一盘就行了 就晋级了 那么征冠区是这样子 今天获胜的队伍就是上升一步 将要挑战三四名的队伍 对,上升一步以后要下到底了 我们联赛好像是要决第五第六名的 一上升以后就已经前六了 前六了就说你再上面再输 你也不能留着要决第五第六名 好的,那么这盘棋还是很关键的 这盘棋是丁浩的 对,我们先看看 看棋之前先看一下两位对局者的一个采访 其实我这次来到这之后 现在是五胜三负 也不算是很好的成绩 不过相较于我之前的战绩来说 已经很不错了 也是我今年就是我自己下的最满意的一次比赛了 但是还是希望之后的比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今年乌光亚和夏成坤的状态不如去年那么好 所以说去年 去年是就是整体状态都特别好 所以说还有机会争管 今年客观一点还是就是能进前八就挺满意的 现在的状态 我们丁浩近几年也下过很多四起 感觉也是很强劲的对手吧 希望明天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 我们队反正就是能进前八就感觉已经挺满意了 后面反正就是觉得也其实也没什么压力 对成绩也没有特别的要求 反正就是下好自己的气吧 就是也没什么压力反正 好的 刚才看到两位棋手采访啊 米玉婷好像是最近状态有所 一开始不太好 最近是有所回升 应该说他这几年 就是大的环节来看啊 他这几年应该对自己都不是太满意 他曾经是等级分啊 到达会第一的 对 那次好像是跟柯杰是并列第一 但是现在呢 这几年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成绩 跟柯杰比越差距越来越大 对 今天联赛他说还算 他下了个5比3来之前 他就觉得挺满意的刚才采访 他今年总成绩 前前这个15轮是8胜 赢了8盘 8胜呢也就7败 对 在前面来这个成都之前 他说是5胜3败 刚才采访 那个丁浩是00后的 对 00后里面 应该比较特殊的棋手之一吧 他应该在 我们称他杭州 我也记不住什么队 我们就叫杭州二队啊 我比较熟练的 对 因为除了这个叫龙元名城杭州队 还有一个苏布尔杭州队 苏布尔 还有一个叫龙元名城队 这个丁浩他们就是龙元名城队 就相当约二队吧 他是绝对的阻力 那是的 去年前年都靠他才保持 丁浩也是上一赛季的 维甲的MVP啊 非常厉害 而且去年龙元名城队是联赛的亚军 对 正好冠军就是苏布尔队 去年等于是杭州队拿包揽了冠亚军 这里面就像杭州二队啊 或者是龙生什么园队啊 那个完全是丁浩 起了很大的队 当然了 他这个MVP是吧 还是占据非常的出色的 这位是黄云松 黄云松在电脑上下 多半是对外援 今天这个浙江队上海 也是宝极大战 今天获胜的队伍就能够率先上岸了 对 黄云松 对 这是04年的选手 这个应该是维加里面 是不是最少的一位了 应该是他跟那个陈豪欣不知道生日我比不清楚 就是都是04年我们现在有两位选手在下维加主力的 一个就是他王兴浩 还有一个是陈豪欣 这位是蒋锡润 这位是上海队今年的新兵黄铭宇 黄铭宇是02年的 对 曾经带他去参加马来西亚的青少年比赛 那时候还很小 还是个孩子 这是李维钦 对 李维钦现在也是成长为上海队的主力了 主将 他也是00后的 刚才是张涛 李维钦大家也可以多加关注 我觉得也非常有希望 张涛 张涛拿过这一TV杯冠军 对 这浙江队的应该 所以维加这个也不好下 都很强 胡耀宇八段 胡耀宇也是 他们哪个是主力的 同盟城理论上是主力 应该是主将 不是 他们这盘不是主将 胡耀宇这盘不是主将 那要不就是谭向那盘主将 应该是不是李维钦那盘 那浙江队用张涛做主将 我不能确定 我觉得浙江用谭向做主将 或者用同盟城做主将 我认为都是可以理解的 对 是李维钦 张涛对李维钦 浙江队用张涛做主将 那张涛还赢了 输了 对 好吧 那浙江队排兵不准没搞动 我以为是 总是同盟城或者谭向做主将 李老比较关心这个 加级的队伍 好的 那我们回到这盘棋 我们看米一婷和丁浩 他们俩应该都等几分 前十命的选手 丁浩现在应该是第十二位 第十二位 对 零零后里面应该他等 我觉得他迟早要进前十 我觉得他进过 为什么呢 今年我们有一个日本的一个比赛 日本的一个上年儿童的 不 也不是上年儿童的 他们叫青年队 那个哥罗比斯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个规定 就是我们拿过成绩的 就冠军的选手 我们不出的 因为对方也是出了年轻选手 还卸了年龄 然后呢 我们中国队除了卸年龄 还卸了成绩 那丁浩呢 就是因为成绩被卸了 他拿过冠军 对 丁浩拿过这个 CCTV冠军 丁浩可能也是 是00后里面等级分最高的选手 应该是 00后 不知道 廖元赫可能没他高 是吧 谢科呢 谢科应该也没他高 对 你说的这几个 都真的都是00后里面 佼佼者 大家都记住他的名字 一个丁浩 谢科 谢科 廖元赫 李维钦 这个都是希望之心 还有 还有伊林涛 就是00后 李维钦涛也 等级分也很容易拿过冠军 确实这一两年 好像 他连赛成绩也不错的 是吧 他曾经连赛有个九连胜还是 对 他有一年连赛下的特别好 那年他还拿了新能王 这个丁浩也是 白鞋尖顶也是很常见的 开局 对 也是 让我评论们是 也是原来不肯 现在都肯了 好像在AI眼里 这个定时是正常的 都不会 他有一点跟我们还是判断一样的 就这两个定时之间有的很接近 看到吗 就脱退定时 脱退以后才这个 跟刚才那个定时 对 就是这个区别 这个区别就是 黑棋比刚才要稍微厚一点 是吧 但是白棋的目数也多一点 在这一点上 人和AI判断还是一样的 都是觉得白棋这个更好一点 白棋这个另为好一点 人和AI的判断 但是AI认为这个定时 白棋好一点 所以这个也能接受 我们人类是觉得 那个是普通定时 这个不可接受 它往另外一个地方 稍微偏了一点 但是更喜欢它脱退的形状 但是没有变化 AI对这个定时来说 就也只是判断 白棋可以下 人类判断是不可以下 就这个区别 但是两个相比来 都是更喜欢脱退 人类喜欢脱退一点 AI和人都更喜欢脱退 直接点33 点33就不平了 这部是因为针子有力 也不是因为它飞刀有研究 有时候我们看 如果飞这个 针子如果不力的话 这样是邀请 只能说你对这个 有球战欲望很强烈 或者你对某些有研究 但这盘棋应该不是 这个是堂堂正正的飞 因为那边黑棋针子有力了 对 针子黑棋有力吗 也不一定有力 我再看一眼 虽然黑棋那么多子 您说的针子是这个 感觉上黑棋针子有力了 断 切 长 斑 断 断 打了 这个 还真是打这个 这个针子怎么样 现在还是能增掉了 现在还能增掉 但是你如果一拖 黑棋先煎一下就蒸不掉了 对 它刚好吃到这 再吃这个 是吧 然后把它蒸掉 但是你问题是 就实际上就蒸不掉 为什么 你再拖那一刹那 它还有时间做工作 你如果这么拖 它这时候煎 就解决 所以这是针子有力的情况下 没问题 这不是邀请 可是你要是真的一拖 就中计了 你一拖 就麻烦了 它如果真的一煎 你不好办了 所以这是必然的鸡板 是这么下的吗 对 这样 这个钉丝 这都是 原来在我们 我的微信生涯里 这都没怎么见过 现在就是 就跟我们原来 最普通的经典钉丝一样 就经典钉丝了 这个流行的很快 现在看到这个已经不奇怪了 反正 这一飞 这个钉丝 大家都太熟悉了 这盆钉白鸡又 补了一手 很扎实 补一手很大 这个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然后黑鸡飞压这 对 黑鸡飞压 配置来说 还是感觉黑鸡配置不错 对 不过这个配置中间 它还是比较空旷的 白鸡肯定是要进去 我说实话 我对这边 AI的判断 我是有点担心的 就是AI一飞压 经常不理 它觉得便宜了 这个是AI的力量 我觉得人类还真的要 你要不能 就是说 你不动脑筋的模仿 是有危险的 对 比如说黑鸡 比如说黑鸡吃这个纸 有这个挡下来 煎一个飞一个 这两个交换肯定是很损 比如这两个很损 或者挡在这这两个也很损 比如说 这样是我们以前老下定时 现在变成这样 你这两个在外面战斗的时候 非常损 是的 但是AI认为不管你怎么补 我都有招 我有招 有各种的腾挪手段 比如说飞这个 它拖了连斑以后 有一整套的办法 对 就是您说的力量打 它知道这个纸 是能在合适时机适应手的用上 对 而你如果是不会用它的话 那么你这飞压不走就有危险 总之AI这个飞压是 我传达一个信息 它是经常不理的 但是我下我这个不理 我就有点担心 就AI还经常能够 这个画腐朽为神仙 就刚才那个大鞋 刚才那边大鞋它也不理的 你肩油它有招 它能冲断你 然后气质什么这些的转化 对 它判断是可以的 我们连人想都没想过 那个冲断在那个地方活一个角 所以如果说一味的模仿 你不知道后招的话是不对的 对那不行 它其实后面是有招的 它才敢那么下 接下来黑白棋 它是点在这里的 这一点也是这个悬点 这也没降分 要我以前给学生复盘的话 这一点我就批评它 这一点第一感觉就有点怪怪的 是什么原因呢 我说你这两个子叫阴阳相割 你一定是有一个子下来用不上 我就是简单这么分析 但是应该说现在的棋手是全局的考虑 它认为这个子的位置 正好是跟这边的厚实配置 相对来说 你这边如果加我太近 不然我这地方正好也有活起的余力 加码你这边列为重复一点 但是你这个子 它能跑 这颗子跟这个子 阴阳相割 这句话我没说错 那你要是完全被起步 你说这边不是这样的配置 你这个走这肯定是要降分的 那它这个用意是什么 就是和你交换一下之后 也许对我这个子有帮助 也不是 你这个子毕竟我在压靠什么的 让你重复 趁着这个机会 这么大一块 你如果不动脑筋 被黑级补上就太大了 对这一定是 我那边虽然阴阳相割 但是对于这块模样来说 我早一点动手 早点动手找好吧 后来以后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所以这个选点也是 当然要我想到这个点 我是有点奇迹 确实已经说有点起鸡皮疙瘩 怎么这两个子之间 你怎么都觉得形状不对 低感 反正低感不是在这里 是吧 但你一听九段选择这个点 但AI也没给它扣分 没扣分 说明觉得也觉得还可以 是吧 虽然脱签我想到了 因为我跑AI跑了好久以后 发现这个飞压 非常脱签的 但是从这边反方向过来 我是没想到 对这个就是 总觉得一个方向是有点奇怪 它如果说 比如说不管是在哪里分头 我们好像觉得是一个正常 分头是 跟这个位置来说是可以 但是这个分头 离这边确实近了一点 它可能从这边加的话 这边太近了一点 它也有它的考虑 压起来 贴起来 嗯 退一 白旗就 它白旗确实也是有头脱的办法 这边应该是力量了 对 打吃的时候 我当时低感以为它会反打 但它是粘住的 这个跟我们以前一样 就是力量的 力量的战斗了 嗯 粘上这个形状是不太好 但是这个段也是非常强 你看 这个形状肯定是黑的好 是 这个形状肯定白的好 你这应该藏在这了 比我这个段 它黑 白旗牺牲了这个 就是跟后面力量是有关系的 对 分析选择是 力量 直接杀 嗯 我看了AI 它的一个选择 它是单地的 不过这AI的找我是下不会 它跟这边的配置完全有关系 可能都会是 尝完以后再尝这个 这可以理解 因为黑旗 白旗只能跳这个 而且这个下法 说老实话 到这为止就基本上是 一本刀 一本刀 你现在如果不能加 加的话 它一反加 是吧 加完再一小间 对 这个一间 这就可以打掉 不能给它冲一下 给它冲一下再一间 再一间 这火 你要这想 想要那个火 我都给你火都可以 这个白旗太委屈了 白旗也不能跳这个 跳这个跟它一样 它可以拖这个 拖 然后再压住 刚才没区别 还是只快一气 黑旗可能 我这还可以单接 你连接那头的后手 差不多意思 所以白旗只能跳这个 跳这个还真成立 这个袜 紧气的话 这两次正好都管上用了 少一个指头 还就是 提 力 这两个字 少一个指头 一小结就死了 现在因为可以打出来 打吃 接上 接上 你怎么接这个 可以贴 贴提还是死的 不过这个 一样打吃掉 打这个 不过在这里死的 这个提可能要转换 黑的不一定行 这样你转换是吧 这样你打吃 我就第二了 黑旗跳住 再调 所以 因为这地方正好有两个字 不然有一小间 所以跳这个是成立的 跳这个 间 你只能接上 黑旗其实一立 就能算到这个 对 这个图的关键是好坏问题 间 挡住 AI推荐黑旗这个图 我觉得 从人类选手来说 从立开始 算到这个图不难 不难 这个我们刚才 这么简单的 给大家分析了 也就 也就这些图了 但是难在这个 到底谁好 在黑旗的这个模样里 让白旗活出一块 当然还没活干净 将来 将来 立一个 不用理 立也是 但是你就搬一搬 拖一拖也就死了 不活 外面是先锁 这个绝对先锁 但是不舍得交换角 这个是绝对先锁 对 这样白交不活 这个是 但是这样 它可以不封这个 AI这时候 连这个都不做 挂到外面 这个我不太理解 我看了AI的图了 这样 它就选择这个 难判的 这样的确实是 设计一个判断问题 这样子可以看到 刚做白旗点这里开始 这样子能活出 也不算小 活了 完全活了 要我还赶快把这首戏套现 不然它一跳出去 这一招还套现不了了 这个判断 AI觉得可以 觉得黑旗不错 是吧 AI这样觉得不错 这个但是 如果没有看AI判断的话 可能 黑旗不见得赶这么 要判断 你就要这样的时间 要慢慢的 我们平常要 要左褒一下 说老实话 我那是下棋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时间 是花在这个判断上 就是到底谁好 从立开的时候 算成这样很简单 那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算这个实战对杀 行不行 如果不行 那我就只能选择这个 有些时候是 我也算不清这个到底谁好 但是我别的图都不行 我也只要选这个 但实战这个图 看不清 显得黑旗可以 但实战的下法是 注意啊 大家看 其实打这个在火 这也下得很强硬 这下不这个压死了 这边能过 要爬过 这看上去 黑旗好像也 因为你没看到这个图不行 你刚才那个是判断不清 这个呢 说老实话是气爽不清 成不成语 丁浩还是选择 这难度就是这个 对 丁浩还是选择的一个 最凶的下法 白旗这不拖是好奇 其实拖了 打了虎的时候 就要算了 他这个 如果简单挡 黑旗这一压 黑旗就简单了 对 这一压这两个子就死了 那么白旗只能是 靠这边跳出去 那你这个也不用挡 他现在这个要过 这边要走 这时候他用拖的办法 这有点意思 高级战术 他想先手足度 对 先手足度 你如果一扳 他一挤 就先手 他退一个就先手 那你只能按 你扳这个顺 不 这样他一退先手 那太简单了 这边要把他拐死 那边要断死 他就只能斑 嗯 这样子吃了 嗯 他打吃 踢还是这样 然后他 他从这个打了再出去 这里踢掉吧 踢掉了 打了 接上 然后从这再打 再从这打出来 那边 就是这边 获得一点便宜 那黑棋 黑棋这个我觉得是挺危险的 这里边还吃不干净 这外面提这个还是先手 对 所以黑棋没有扳下来 它退是一个最强硬的 退它就还保持着 压死这个爬过 还能爬过 哎 就是我反正这两个你给我一个 白鞋 白鞋 这个其实有点有 应该说有点意思 黑棋如果没有这个拖的话 我黑棋最硬的就挤这个 那就是真是要 鱼丝网破了 嗯 这一挤不能拐 拐有一段 嗯 我就带着粘上吧 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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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这样子他能爬过是吧 他爬过 他这个挤比较熟 这样跳出来 嗯 这会不会可以考虑虎的 这 还是接上 把这个盖出来也很厉害 把这个盖出来 这个 你拖一下便宜了吗 我不知道 变化好复杂 它挤了吗 挤这个事情反正是 没有挤 最硬的是要挤的 嗯 这极这个变化 也是头大 实际上没有挤 实际上是单粘的 单粘 单粘 他就用这个挤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足度了 黑棋 这个 黑棋爬 黑棋跳过 他没跳 他是爬的 他肯定是觉得你没功夫走嘛 虎过来肯定算过快一起 嗯 虎过来的时候 他是快一起 如果虎的话上面 嗯 盖住 就可以了 嗯 这样子你如果长 他打持下 他也 哎 盖过来一块一起 直接压过来就行 嗯 和那边没关系吧 他就弯一个 他这样慢一起了 那粘上就慢一起 那那我怎么办 你你这个可以考虑铺啊 哦 先铺啊 也可以考虑先把这个压掉 嗯 我就不知道看有没有机会这样 打完又打这个 这个先从再打热 哇 这这你这俩不能被抽啊 我只能站 嗯 再退一个就够起 退就可以了 退快一起 如果如果这起撞了 就退一个快一起 嗯 这边因为他出不来 嗯 嗯 里边是慢一起 是不是刚才你说对这样单 退会不会快一起 我不知道 因为你接的话 班车延小不延 嗯 一二三四五 让他黑气接上 白气接上白气快一起 糊了 我相信他是算清楚的 嗯 应该是黑气快一起 就是他不怕白气糊 嗯 这样的紧住他的气好一点 对 白气这个爬厉害 他先跳 爬不着吧 他先跳交换了之后 黑气也下得很硬啊 直接冲断 没有 然后白气再爬 你是我活了 对 黑气有没有必要这么强硬 如果出去的话 我觉得他从这部接开始 嗯 这边你不是这么盖死的 那么这边再出去 黑气是有危险的 我能理解 如果说你这边是应该这么盖死 才是才是人生目标啊 等于你没去盖 你是在底下 就接在底下爬了一个 嗯 白气相对来说外面还有先手呢 或者直接糊液 味道很不好 去跳 去跳 冲断 这样直线思维比较简单嘛 爬 都把它要挡住 是吧 挡住的 哎呀 我们来算算看 如果断先手 白气藏这个直线手 这个是纹的 然后白气挡这个直线手 打了斑 是白气坏一气吗 挡这个是吧 挡这个先手 这边打死 针死 嗯 这个尝这个绝对接受 应该你拍点 这么吃吧 这次结材还不对 那边多半要打结 尝这个不得用 对 我就只能这么吃 这么吃 它就铺完打完一般 去起码打结 我直接走 本身也是打结 对这一铺就行了 实际上也是打结 这样打结 那如果打了这样呢 白气这个尝试先手 接完以后 尝试不算绝对先手 那不一粒还是打结吗 怎么这一代肯定是有棋 那就是打结了 那黑气 这代肯定是有棋 就是白气要选择 对白气要选择一个 他认为最好的一种 断肯定是要断 到这为止应该 还是先断这里 还断这个 断的时候黑气有单接的好手 等等 接这个是吧 刚才虎太熟手了 可能单接 单接 单接好一点 这个它就少一个先手 单接好齐 所以要先断底下再打 它也这个要不能错 不能随手 先断 再打 再打 等于先铺一点 和一样 如果你要提的话 提的话就打完一拐 还原 所以它粘 那这个断一下亏了 不然好像很简单 现在只能靠这个打结了 那断的时候 接肯定是白的不行吗 哇 这个还是不能 计算还是不能错的 这个 如果黑气 原是先手 原是先手 绑下来 看这一带有没有变化图 哦 这可以 决意也是推荐的断这个 先断再断这个 如果断可能要被接上 这个对杀 对 这么来逻辑分析的话 它先断了这个 那黑气就 黑气提的话 刚才已经简单 那个结可能黑的不行 黑气只有打这个 打这个白气 用这个结 哎呀 现在是怎么样 这样 这样子形成结蒸 结蒸水好 刚才那个是白气多少 现在差不多 生率和初始生率 基本上还是一致 这样打结 黑气的也没功夫提这个 这样 如果黑气 然后打结 这是结材白气应该多 提 如果黑气提的这个呢 白气把这个提活 我这双方要花好多时间了 才行 对 这护下来已经成立了 跟判断有关系 这边多一打 对吧 盖不住了 那那边提要够 所以那边你要是再接的话 白气又要活下来 它可能就要活下来了 所以你如果在补外面 它把那个也再提掉 转换 提一个 那还要合计到判断问题 看上去 很复杂 不 黑气要像这样 已经是可以做到了 但问题是不好判断 先手 白气先手活一块 怎么样了 感觉白的还行 白气这边护下来 还可以再 收收器 黑气是不是还打这个好 打完补一个才干净 那就是黑气这个结果 是黑气可以做的 起来 黑气不够 还不够理想 所以他不肯提这个 这样的时候 你能看一看 黑气的提掉的传好图 不知道有没有 我看一看 打这个结的时候 黑气最简单是把这个提掉 黑气可以拐得上 提这个的时候 是吧 拐得上更好 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 决议 有没有这个图 刚才是不是少下一个 没有 黑气已经在那边压了一个 你这个图已经在那压了 如果不压呢 就是说白气提的时候 现在实际上黑气是 靠这个掌结 是吧 掌结材 如果他 他补这个 我是觉得 拐这个 我看看有没有这个选项 拐这个 拐这个 他真担心 他护下来 没有这个选项 决议推荐是小尖 先接这边 嗯 然后再接跟刚才意思一样 提的时候再拐这个刷了吗 没有 他也不拐 然后再靠这个 还是打这个结吗 是吗 再接着提结 再提结 然后白气压这个 这个太复杂了 谁好啊 这样子白气 黑气60 黑气这样 就是说黑气还是比较有力的战斗 嗯 实际上压的时候 白气脱线了 压 黑气白气 脱线提过来 黑气搬一个是结材的 这时候还要判断 这个搬是结材 这个还是 看看啊 哎呦 这个对杀 是米玉亭和 米玉亭和丁浩两个年轻人的 丁浩更年轻一点 我觉得 嗯 好 现在白气 黑气是 黑气靠 嗯 白气提啊 白气提 嗯 黑气搬一个多结材嘛 对 所以白气利 嗯 这个结等于是黑 白气是个两手结 是吧 嗯 外面结材白气多的恨 对 这一压 压 压 这个感觉结材太多了 结酷 对 这没什么好想的 这只有结啊 他现在没结 嗯 他是 这只能 啊 他先提一个 还快一气是吧 先提个结 耗他一个结材 七次 看看啊 对 提一手 耗一个结材 嗯 他不怕那个 哇 他这个计算力也是可以 他加这个 他肯定是气够了 哎呀 哎呀 这个烧脑啊 哎 我们不觉得白气不够啊 这样 他周到这个 没有什么好想的了 啊 提 接上 提 嗯 黑气不能接啊 黑气只能打这个 打 粘 提 白气有结材呀 这都是结材 这么多结材的 这样提黑气 白气打一个 嗯 提过来 嗯 提过来 它 不能粘吧 不能粘 粘在开这个结 开这个结 中间跑出去才 嗯 哎 这个一本到加这个 这当时黑气敢提这个 白气一加 黑气没有别的头了 黑气只能断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本到 提 白气只能提这个 嗯 黑气是铺这个 是 现在铺这个是 这个地方不能算错 铺这个是好奇 有这一招 啊 这个 这个铺这个好奇 其实他 他这时候 拿这个 最后一个结材 拿这个当结材 最后代想 你无数的结材都没用了 你铺那一下 关键的一个结材 终于看明白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余老一只在这哭哭思索 这个这个这个 这这这这这手有一扑 这个这个手有一扑 不能把这下先打掉 啊 总之呢 这个 比双方算的还是很深的 据算来说 黑棋为了一个结材 这时候先提一下 它算清楚有那个妙手 所以这时候提 还以由你犯错误 你要不犯错误 还算一个结材 那白棋只能把结材卖掉一个 双方都很清楚啊 都算得很深 都看到了 提 黑棋煎一个 白棋再两手 然后 反打 你这个反打是好刺激 那黑棋在这个花了一手 其实这时候反打 你反打黑棋这时候不能跑 跑它结 提完以后这时候一搬 把这个打成饼 这个结就厉害了 如果这样怎么 就是管是先手 它只能补是吧 不管是怎么补一手 最强的补在这 补在这也没啥意思 补在这 或者补在这 补在这结材少一点 白棋打 可以打 你这个接上 然后一提 这个就大了 这个接 这上玩的比较大了 这材都没有了 这个一抓 哇 这个脚 这是黑棋的脚啊 所以你 有那黑棋 有点问题 黑棋这个包被包到了 那黑棋这个时候 又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这个被滚包滚到 也就是说黑棋 白棋啊 再断回来 这只亏一点点 也还说不上亏 在那个对杀来说 但是白棋趁着这边先走 把这个兜这种事情干到了 那黑棋就危险 黑棋 那黑棋的问题 说在哪里啊 要不不压 刚才我像我说 连补两个是没问题的 有可能 实战就是这么下的 实战被白棋滚打 滚打 你看那色力有变化吗 有变化 白的不行 那黑棋问题在哪里啊 现在白棋好 黑棋的问题说在哪里啊 这个时候 它压也没可以扣分啊 搬了长的时候 往回退退看 刚才是哪部棋问题的时候 没搞到 这时候啊 黑的好还是白的好 这个时候也是白棋好了 还要再往回退吗 那就往回退 这个时候呢 它提 这时候黑棋怎么办 这时候黑棋好 黑棋应该怎么图 看一眼 看一眼啊 应该这边都不要了 就粘住 这个粘吧 不能这边先动手 你还最后被人家断回去 什么也没有 这时候粘 这边你随便你怎么吃 这黑棋白棋还是可以打 这样就清了 啥都不要了 这当时这两手还没交换 这两手还没交换 这样的 那天啊 贴也不要了 这太复杂 这里面 太乱了 太乱了 那把这个接了 这三个可能都可以气的 这个一接 脚伤是什么情况 脚伤白棋也欠手棋 不不 你走它跳出去嘛 局部是活的 你外面挡它补一个 它比这个 这样一打就打死 它立了一个已经不会死了 那黑棋这部鸭 Ai4选了鸭 但是你会玩 那边要统统弃掉 对 你不能掰下 那还不舍得 最后被白棋滚包 白棋那么一走 已经是可以滚包了 你只要一提结 白棋压这个吃三个 然后转身就可以包你了 对 它其实这时候就可以包了 所以说白棋当时就是把这个脏了 这边全部看清 这边反正已经得分了 那边反正我中间感觉 看情况 这一下就现在被包到了就麻烦了 对 实战呢 实战的下法 实战搬完走嘛 你提的结嘛 白棋一贴 黑棋扛了一下 这扛一下没必要嘛 扛一下 扛没扛一样 提回来 这我背下来了 尖 然后黑棋 白棋打这个嘛 这一招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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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刹成立 这招成立了 其实这个被打到以后 被打到以后 白棋胜率已经反敲了 这打到 看上去就不对了 白棋再提 这一招打到以后 随便弄弄 马上就可以把这个断回来了 黑棋断 白棋消结 从形状上来看 确实是 这时候黑棋把这个结上 白棋断了多少 粘了 对 现在黑棋粘 现在黑棋粘 黑棋粘现在黑棋多少 这好坏也粘回来了 那边不相当于 这一粘 黑棋白棋胜率已经有86了 这一粘白棋八 如果不粘呢 不粘也不行 走着把这个断回来 啥也没得到 不算 我看看 黑棋要补一个呢 粘的时候白棋是75 刚才后面又下了几步 白棋一直在涨胜率 那黑棋白棋需要不粘呢 黑棋不粘怎么回事 不粘啊 嗯 看看走哪里 还是推荐接 那就是滚了包就不行了嘛 对 就是滚了包之后 白棋胜率反超了 那就不能滚了 没办法 黑棋不接 下到这个 这里的时候 包永远是不能给滚了 我倒看来 这个时候 白棋已经胜率高了 这你接这个白棋 把这个跑出来 那一坨还很危险呢 把黑棋打 这只能打 剃掉 白棋压是先手 白棋现在就是压 压是先手 黑棋还硬了 还得硬 不硬就被 煎死了 嗯 硬 它 问题 这个压先手 这块快死了 它敞在这呢 敞在这压下来也快死了 不硬 它是怎么吃 煎就是 哦 对 对 然后可以摆 提的 提的就长下去 怎么办 它是不是还 提一个没有长 那一斗过一间呢 这得做火啊 问题是 拐下去肯定是不行 死了这样 拐下去死了 如果是拐下去就死了 只能靠这个拖 相当的苦 这个还是看听天由命的 那 不是 它是扳 白棋 黑棋先打 然后粘住 这很难啊 这个棋 如果跳呢 它是不是也是火啊 火呢 白棋立下去了 这外面搞定了是吧 白棋有没有必要这么狠 煎这个 对 外边 乱战 几棋啊 那个是 一二三四五棋 黑棋好危险 后来接着这了 给它打掉 对 如果白棋接上 那就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就白棋没有必要 白棋 现在白棋就优势了 对 白棋是 就是要攻杀一阵就优势了 在这么接上是啥图啊 只有武器啊 很想干这事儿 我看看要不要看一眼啊 你如果煎 我压 飞 我一定有四棋了 不过 决议也是没有推荐张 那不一定啊 决议会下 他只要 百分之九十就稳定赢了 那我们人类还是把他吃掉 最爱 他有可能算了杀的过程中 有可能 我看看 决议有时候 他有可能觉得 不杀死女更高 反正他总是下队 我们人有时候下的不对啊 这确实这个对杀也有点危险 虽然已经有四棋 这个也很乱 我一眼看不清 对 对白棋来说 白棋压到这里 白棋胜率 这个看不清 如果老家到这的话 白棋胜率已经九十六了 好吧 没必要了是吧 没必要那么狠了 他眼看了他只有武器了 很想去 这工艺版确实是 比想象的严酷多了 从那个白棋 从这个猴出来开始 一下白棋走那么多 黑棋最后只有两眼猴 实战白棋 把这个爆掉 把这个爆掉 这个简明优势啊 我们现在简单看一下胜率啊 好 看一下形式是吧 我们现在简单是看一下胜率 但是实战的时候 还是很想 如果能吃掉 还是想吃掉的 我觉得白棋也会考虑一下 当时应该也是计算了一下 还是觉得有点混乱 他可能还是像刚才 我的那种判断的办法啊 来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他觉得 比如说点木啊 各方面我们 因为下棋的时候 可以安静的思考的嘛 对 那个 这方面我觉得基本上 因为你搬这个 它可以跳出来的 也就是你外面一个先手 它补活 是 这样 那么 可以点木 再加上这一个芯 按照 我的经验呢 这个芯底两个头是有的 中央还是白棋控制 然后再点一下木 好 我们现在 时间也比较紧 25 2627 黑棋只有30木 白棋只有5木 加这个 在嘴里5木 10木 15木 25 白棋已经30多了 对 白棋已经30多了 黑棋呢 这个25 加这个也就30木 然后呢 这两个头最多顶这个 顶这个心 然后白棋 白棋中央控制 白棋中央控制 白棋这还有先手 是 后来 对的还先手 后来也是交换到了 这还先手 也就是中央的绝对控制 然后你还贴木 木树 这一片加这一片 跟这个差不多多 那么我这个心顶你两个头 我白多中央 优势中央控制的话 你贴木是太难下了 所以这也确实是黑棋 白棋 这样判断是比较简单 我估计对局者 也是用这种判断的方式 比刚才算那个杀器要简单 对这盘棋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也是只能给大家介绍到现在了 确实现在局势也是白棋 明显的优势 AI是96 AI给出98 那我判断是木树差不多 白棋白多中央控制 对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这盘棋最终也是 敏玉庭九段的 也牢牢把这个优势掌握到了最后 直白中盘战胜了丁浩 那么为江苏队也是拿下了关键的主将战 胜利 在后面还有三盘 下面三盘赢一盘 江苏队就晋级了 对 好像最终是江苏队晋级了 那这盘太关键了 是 好的 那么今天的直播呢 也就到这里了 感谢余老师做客 演播时候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解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 我们还会继续为您介绍 季后赛第二轮的争夺 欢迎接受收看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再见 再见